抗日战争的一角,蒋介石的无奈与痛苦留辱名,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挑衅中国军队发动卢沟桥事变随即,中日双方都迅速对此做出了回应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大致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借此机会,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第二种认为,日本还没有实力占领整个中国,因此可以以此来谋求华北独立制造第二个维满洲国,而随之狂热派战据上风,进而疯狂地向中国进军甚至提出了三个月面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中国,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则是蒋介石主张的抗战到底,不可否认蒋介石之前对日本的纵容导致了日本人的得寸进尺,但蒋介石也借此时机来整军备战。 于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一战,尽管此时国际国内的形势,都还不足以让老蒋发动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第二种,则是继续对日妥协的主张,持这种态度的人国民党内不有,但对此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应的则是平津的最高权力控制者宋哲元。 因为平津是他的底盘,也算是经营了多年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将自己的军队渗透到平津。 因此宋哲元需要对日妥协来维持自己的利益,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分歧导致了政令无法统一。 宋哲元虽然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终归还是各做各的下不下命令是你的事情听不听,便是我的事了正由于此导致平津很快沦陷。 没有废太多气力日军就占领了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使日本方面大为振奋。 因此他们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华北平津之后查哈尔危急。 日本华北驻屯军将主力向北平北面的沙河昌平地区,集中并很快在成德、赤峰等的集结在这些军队中还掺杂着大量维蒙古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南口便成为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 8月5日,日本参蒙部认为,中日已经处在全面战争状态,因此决定从国内增兵华北,把战线扩大到石家庄至苍州一线,给予中国军队。 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毁灭性打击,随后日军向张家口进犯,并准备占领查哈尔分兵进隋南口,位于平隋铁路的东段。 属于烟山山脉崇山峻岭关口不断是北平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而且一守南宫,素有查随之邪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烟喉进须之心腹的说法。 中国统帅部根据南口地形与日军的行军情况,判断,决定派遣汤恩博守卫南口,修筑攻势带迪来攻与迪一战,但是就在这迫在眉睫之时又出事了。 汤恩博的军队在吉宁丰镇要去到南口,需要通过查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房区,可刘汝明给汤恩博的答复却是南口守得住,不必你们多劳汤恩博。 听了刘汝明的话差点,没气得被过气去大战破在眉睫,我们是去前线打仗,又不是去玩去。 你刘汝明做的也太过费了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刘汝明有着自己的担心。 刘汝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担心的是蒋介石通过抗日来消耗掉自己的杂牌军,甚至用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来消灭自己因此宁可自己守不住。 也不让老蒋介抗战之名,夺了自己的兵权刘汝明这样想,之前的宋哲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还打着这样的算盘。 蒋介石得知刘汝明拒绝了汤恩博也是一口一个娘西匹,可是光骂娘西匹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于是,他在汤恩博发来的电报上,批了如下几个字,请冯副委员长着办冯副委员长辩,是曾经的西北王冯玉祥。 而刘汝明则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可此一时比一时,刘汝明的确是冯玉祥,一手提拔上来的,可那又能怎样呢? 冯玉祥也是很无奈,对蒋介石表示,如所报属时请依法拿办冯玉祥很巧妙的把皮球又踢还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着冯玉祥的答复,差点没被过气去拿办我的兵,借到他都不愿意,你让我怎么拿办刘汝明,再者还没打仗,就先把主将给撤了这不是兵家大计吗?可妈解决不了问题啊,只好请出了陆忠林,曾经西北军冯玉祥以下的二号人物,也是刘汝明的老上司冯玉祥不好开口的事情也止,能是他去说了更何况? 陆忠林,现在的职务是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你要再不同意,那也就只好军法处置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刘汝明,不得不给自己的老上司面子,同意借到给汤恩伯,同意了总比没同意,强总算是刘汝明也有一怕可话说回来了,从刘汝明拒绝汤恩伯,到刘汝明,被迫同意整整耽搁了四天时间,可以想象这四天时间, 李,遗误了太多战机军情赐火容不得半点拖沓,即便是汤恩伯军团如期到达,也会在修筑共事等一系列军事不至少,处于非常不利的探视之下,因此,汤恩伯军团的将领个个都骂刘汝明,是汉奸8月2日日军开始轰炸南口3日汤恩伯,下达了第一道防守,配备令5日王仲连的89师抵达南口, 在经过了与日军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之后9月2日南口失线而随着南口的失线,查哈尔也岌岌可危,平随陆东断,完全落入敌手,笔者不愿再细致地描写每一次战役,每一次战斗的细节国军,不可谓不应勇,只是在日军强大的火力,与高度协调的机动作战面前, 还是太过于苍白无力了,但是笔者在阅读有关抗日战争的材料时总会惋惜,感慨本来可以避免伤亡,甚至失败的事情, 为什么到最后,却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更惨的失败? 刘汝明做错了吗?不见得即便有宋哲人的前车之见? 刘汝明也依旧强硬地拒绝汤恩伯源何如此?因为太多的例子,证明了蒋介石的确有这样一个想法?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曾经蒋介石借着剿共知名将,手伸向了贵州、云南、四川,那他自然也会利用日本人来插手查哈尔刘汝明,不得不防在抗日战争中。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笔者在阅读国民党史,包括有关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史,经常会发现国民党因为派系之争,最终两败俱伤,的例子,即便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部集团还是内斗不断。 蒋介石前半生,一直在让外币先安慰,因为他深知国民党内部都还是混乱一片。 每个山头各怀鬼胎,这还怎么对外呢? 我想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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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赞 订阅 诺 订阅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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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